Hello 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次的话题 继续来跟各位介绍XV20这款车 也就是Toyota第四代Camry的外销版的故事 好 我们在此前已经做了两集的节目 来介绍这台车了 那么我们前面两集主要是跟各位介绍说 这台车的开发故事 它的外观 它的内装 还有它在日本上市的情形 以及它在海外的一些市场的表现 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讲 这台Camry它主战场 也就是北美 还有台湾这边的销售表现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这一代的Camry 终于拿下了久违的销售冠军宝座 因为其实在北美这种中大型家庭轿轿车的集聚里面 向来称霸的是谁呢 是福特的Toros 那它最大挑战者是谁呢 是Honda Accord 那你会说Camry去哪里呢 对这个Toros他也是觉得很苦恼 为什么我卖不赢这两款车呢 凭什么 所以Camry针对北美市场在第三代 就已经开发出不同的车身 美规的跟日规的 所以美规的逆销到日本叫做Septer 那么第四代就叫做Camry Gracia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都有跟各位讲过 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 理论上第三代就应该要拿下销售冠军了 他算不算拿下呢 这个看你的分法啦 如果你用月份来分 我们看资料好像还有真的有某一个月他拿下冠军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讲不准啦 还是以年度销售冠军 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精准的一点啦 那基本上啦 Toros为什么他可以守住这个冠军宝座呢 很简单 因为Toros呢他大量提供给这个租赁车啦 我们都知道 如果去美国玩的时候会有什么Hertz啦 会有这些联锁的这个租赁公司Avis啊什么的啊 那Toros因为这个车便宜 而且他针对租赁车呢有特别的租赁车规格 所以租赁公司爱买啊 他就靠这个呢勉强守住了这个市场啊 那么Accord这个车也很厉害啊 因为他在这个第四代Camry上市之前呢 他算是第五代Accord的后期啊 这样子他还守得住第二名啦 所以呢对头来来讲 Camry这个车子真的这一次第四代我们要报仇啊 毕竟呢对这些车商来讲 其实美国他的中小型轿车 像Carola啦像Centra啦 这个Lancer这种等级的车子呢 他的销量没有那么大 而且收益比非常低 可是呢他们必须要投入这种车子的生产 为什么呢 因为呢美国有所谓的新车总体排污的一个 这个污染标准的制度啦 那你不靠这种小车来拉低你的 这个油耗的表现啊 应该说是让你的油耗表现更加的漂亮啊 那你可能就会在这个污染房上面就会出一些问题啊 可是呢这种车就不赚钱 怎么办呢 那就要生产像Camry啦 像Accord这种大型车来捞一捞啦 那所以呢大家在这一块市场是真的你死我活啦 那我们跟各位再稍微往前时间推移一些啦 基本上呢Camry这个车在北美当地的变化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 1983年呢第一代的Camry在北美上市啊 那么当时呢Toyota卖最好的车子呢是Carola 但是不要忘了那时候Carola是后人驱动了 因为Toyota在这个日系车厂来讲 各位你去看哦 Toyota的前驱化算是很晚的啦 Honda算是最早的 基本上你Honda呢 你他找不太到什么后驱的轿车啦 基本上你找不到啦 那么这个Toyota呢 就一直到这个八年代才有所谓的Torcelle啦 那这个车子他前驱化的当下呢 北美丰田这个销量怎么样呢 CORONA这个车子已经完全不行了 Toyota也发现了 虽然在日本当地已经推出了前驱化的CORONA 但是呢这个车子在北美的战斗力真的是不大够啦 所以呢就让第一代的Camry呢 干脆就投入北美市场 可是不要忘了 一开始在北美的Camry只有五门先备啦 而且这个马力输出就是堪用A啦 2.0啦那个单凸那么92匹这种车型啦 那第二代的Camry就针对第一代这些缺点呢 开始这个改建啦 那我们之前节目也跟各位稍微 不是靠位 是很深入的讲过 我们这边就稍微提一下啦 那么这个第二代呢开始在北美生产 但是一开始呢 还有这个日本进口的车型 那么甚至到后来 因为北美的产量并没有拉起来 所以到后面呢 还是跟日本这个制造的并卖啦 而且第二代呢 把这个车系分成轿车跟旅行车 原本第一代是五门先备 那后期才追加了四门轿车 那第二代就把五门先备呢 改成这个旅行车啦 那么这个引擎呢 也把这个2.0的这个DHC16V化 并且还追加了2.5V624V 甚至还有四轮驱动版本 但四轮驱动版本呢 在北美不太受欢迎啦 所以呢 这第三代就没有继续在北美推出这种东西了 那么再来的第三代呢 我们刚刚讲过 它跟日本走完全不同的造型风格啦 而且呢 1991年呢 美国的生产线呢 投入了8亿美金去扩厂啦 那第三代呢 刚好搭上这班列车 所以呢 产量也提起来了 那么品质也提起来了 而且呢 第三代的引擎也进一步扩大 这个入门呢 变成2.2 那么顶级变成3.0 甚至在中期改款之后呢 3.0本来从VZ引擎 进化到这个跟ES300一样的这个MZ引擎 而且这一代也推出了运动化版本的SE 双门的Coupe 那么由于呢 这个美国在当时的Vagon风气开始衰退了 所以呢 三代的最后面呢 就不供应Vagon了啦 甚至第四代的Camry的Vagon呢 就没有在供应北美市场 那么在1994年跟1995年的三代后期 我们刚刚讲 这个随着它的口碑越好 还有它的这个工厂的扩增呢 它的销量越来越棒啦 甚至呢 这个1996年8月呢 还成为这个美国同体车的销售冠军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销售数字 在1983年那个时候 Camry刚出现的时候 在北美卖了大概5万多台了 1984年直接翻倍 9万多台 那么85年之后呢 就破10万了 一直到87年已经到18万了 88年呢 开始在这个北美生产呢 就已经达到22万 那么到91年呢 就第三代出来之后呢 就已经将近到30万了 93年已经29万多 将近30了 94年突破31万了 那95年到了32万了 各位看到这个数字 就觉得 哎呀那丰田是不是很开心呢 其实他不太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过 这美国的生产量呢 还是没有办法跟上他的市场量 所以他还是保有很大一部分 从这个日本原装进口 甚至呢 就美国的工厂也用了很多日制的零件 不过呢 基本上在1990年之后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销量开始暴增 然后这个日币呢 当时也在升值 所以导致他生产成本大增 这个很麻烦 甚至到了第四代 也就是我们这个今天主角第四代呢 他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让这个美国生产 供应这个美国当地的市场 基本上还是有两成了 那么由这个日本的这个工厂来生产了 可是呢 为了要提升他的竞争力 尤其在这一代呢 一定要把销量关系给拿回来了 所以呢 这一代的Camry在日本 在美国当地上市呢 还降价 这个2.0呢 普遍降价了300块美金 3.0降价了将近1000块美金 那么这一代比起上一代的 轴距多了5.3公分 车长多了1.8公分 那对照起他的对手TORUS呢 他还是小一号 因为TORUS基本上已经超过5米了 但是呢 他的室内空间呢 其实不输TORUS 外观当然气势没有那么大 那么他的引擎方面呢 他的马力呢 大概稍微都增加一点 2.2增加了3P 3.0多的这个6P 那么他是1996年9月在日本 在美国上市的 那么底盘呢 是修改至上一代 那么他主要是分成三个集具 CE LE跟XLE 以前是这个入门版的 是S standard的标准版 那么现在改成叫C 而且呢 这三款车都有所谓的V6引擎 跟这个四缸的引擎 那基本上呢 LE比起CE多了一些配备 比方说多了电动同色后视镜 可以选配天窗 可以选配防盗 可以选配皮子内装 那么有着卡带音响 有电动窗 还有中控 那么XLE呢 再多了这个 这个选配的加热后视镜 那么铝圈 那么驾驶座腿部支撑 电动助手席 那么还有防盗 而且呢 他基本上 他全车系是标配双安 还有ABS 但是ABS呢 这个CE的版本 是基本上选配的 那么V6版本呢 标配了四轮叠煞 甚至呢 LEV6跟XLEV6 还可以选配这个TCS 好 有了这么坚强的阵容之后呢 第四代Camry上市的第一个月呢 嘿嘿不好意思 销量没有预期般的提升 销量他落后 这个TORUS跟ACOR 为什么呢 其实他的整理箱真的是不错啦 可是那个时候TORUS跟ACOR 很会卖 他们一个月已经卖到36万台了 所以这个 头台也很头痛 哎呀这个时候呢 要怎么样提升自己的战斗力呢 在1998年底呢 他追加了双门的版本 叫做SORALA 然后在99年底呢 还追加了敞篷版本 甚至也针对了加州地区的推出了 这个史无前例的CNG的车型 当然这只是实验用啦 那么这一代的Camry 在北美也是在1999年的8月 进行了一个小改款 提升他的战斗力啦 那至于呢 这一代Camry在北美 到底有没有拿下销售冠军呢 就我目前看起来的数据 好像没有 但是呢 这个我不是非常确定啦 但是有个东西可以确定是什么 这一代的Camry呢 在北美的撞击呢 拿下了冠军 他首度拿下了这个 IHS的 A Best Peak的这个头衔 是证明 他做了这个什么 购瓦的车体啦 做了这个什么 世界一流的安全性呢 是成功的 那也让他的销量继续往上冲 但是有没有拿到第一名呢 这个我们先跟各位卖个关子好了 那至于呢 在台湾这边的市场表现呢 这款车子 让Go啊 这个三个字呢 在当时的台湾丰田的行销呢 是喊得满天嘎响啊 不断强调它的安全性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IHS Best Peak呢 在台湾的广告呢 不断的出现 不管是平面的 不管是这个电视的 甚至电视呢 常常有那个直接去撞墙的 就是那种车子撞击的表现 让你看到 我们Camry很安全啊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Camry 被Sephira这款车打了东倒西外啊 所以他就专门挑Sephira软热啊 因为Sephira的碰撞安全性呢 各位你去看那个北美的IHS啊 这个它双生的Maxima 基本上它的红字很多啦 那当然Camry也不好意思 直接这个正面打击啊 就是跟大家暗示一下 我们Camry很安全啊 那么这款车呢 是在9月的时候 开始在这个展示间接单 而且是据说是北部的经销商 先接单啊 而且呢 接单价呢 相当的便宜 结果等到9月26号上市的时候呢 这个牌价是大幅的 比当初阶段预价还要再调涨很多啊 大家都觉得说 你这代Camry在北美是降价了 比上一代还要降价了 结果呢 这个代理商和泰呢 反而逆势的涨价了 那个入门的2.2L1 就涨到93.3万台币了 XL1直接破百万 那3.0不用讲了 3.0就直接就121万5了 那配备呢 你说有没有比较好 我觉得跟上一代差没有很多啦 基本上这个配备再怎么样 也比不上A3的Sephira的配备啦 所以这个算是聊表心理而已啦 那么他的月销目标呢 其实这个时候何泰他也知道了 他拼不过这个Sephira 所以他月销目标呢 调降到每个月500台 各位你要了解 上一代的Camry 第三代的Camry在台湾呢 曾经是年销破万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嘿嘿月销目标只有5000了 等于当时大概一半左右而已啦 那当然他上市了之后呢 他的是个行销主打 还是宣传这个美国啦 宣传这个好爸爸啦 照顾家庭啦 重视安全啊什么的 那么电视广告也是完全都是 美美美美国化的一个调调啦 那当然了这个诉求跟这个Sephira 还是差距太远啦 所以呢这何泰呢 也开始拼命来推出所谓的精装车啦 比方说有这个什么G版啦 这个L1X啦 什么有的没的哦 但是对这个销量提升都有限啦 甚至他也不得不向Sephira学习 把这核桃目呢 粘上去 在此前的Camry 当然特制车才有核桃目啦 可是呢 毕竟他的核桃目也是后来才粘上去的 所以那个效果真的不是很好啦 那么台湾呢 是在1999年的11月呢 发表所谓的Y2K车型迁徙的版本啦 那么这个跟海外一样了 就是2点的引擎的输出稍微增加了一点 而且这一次呢 终于他想通了 他终于增加了米色内装了 这3.0有所谓的米色内装了 而且呢 配备再稍微提升 比方说增加这个前置6边CD啦 这个标配这个恒温空调啦 那甚至呢 还有这个VCD啦 8CD啦 印刷天线 那为了要增加他的这个产品战斗力 所以他把2.2XLE把它给取消掉了 那就只有剩下2.2就是那L1 售价95万5 选配天窗呢 99万9台币 那3.0涨到了139.5万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发疯了 所以各位你可以发现 在台湾 你后期在路上呢 要看到这个后期 Gua Camry的这个3.0 基本上非常的少啦 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比 Safio 3.0的最顶级版呢 也基本上相去无几啊 甚至还可以说比较贵啦 因为Safio的牌价空间还比较大一点 就降价的空间好弹啊 所以呢 这一代的Camry呢 在台湾的销路是完全一路被这个Safio压着打啦 甚至越卖到后面呢就表现的越差 那所以后来呢 核台痛定失痛啦 所以呢 就把这个Corona这个车系给停掉 那下一代呢 直接在台湾生产这个Camry来取代这个Premium 那么跟Safio直接正面对决 那就把Safio这两个字就直接打趴啦 那关于呢 后来这个第五代在台湾生产这个Camry 在台湾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有跟各位聊过啦 那各位有兴趣可以把这节节目给捞出来了 那至于这一代的Camry呢 对台湾来讲 他就最后一代原装进口了 正式原装进口的Camry啊 之后的Camry你说台湾有没有原装进口 有啦 还是有些留学生带进来 我就觉得很奇怪哦 明明台湾生产这个Camry版本 算是全界最豪华的哦 价格也不贵 还是有些留学生愿意从这个北美 把他以前当年念书的爱车 那个阳春道不行的这种Camry 荣布椅啊 铁圈啊什么这种车子带回来 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啦 甚至呢 后来还有这个贸易商的办 那个Camry Hybrid进来 当然报价非常贵啦 所以这个市面上呢 都这个不算是很受欢迎啦 偶尔才难得一见啦 那么Goa Camry这款车子呢 我曾经也跟车友借来开过 借来爽过啦 基本上这个车开起来呢 就是托塔标准啦 就是平易进人啦 甚至我觉得跟第三代 还有第五代开起来感觉差不多 当然第五代它的隔音变得很好 座椅变得非常的舒服啦 那至于呢 这个这一代的Goa Camry 它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配备 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 是什么呢 它的音响主机 这一代的Goa Camry呢 这个我真的是分不太清楚 到底是什么样的车子 配什么样的音响主机 基本上这种车子 我在这个报废场 我都会去看哦 它的音响主机 拿起来听一下 如果它的声音非常好呢 那我就会去猜它一个东西 什么呢 因为它的音响主机分成两款 一款是普通主机 一款是带这个扩大机的 我们俗称叫暗补的这种东西 那它这个暗补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手套箱的最里面 也就是你把手套箱给拆开 你要再去里面的这个车 这个仪表板的内层 去中控台的内层去拆 那它这个不是很好拆 因为它那个螺丝锁点很奇怪 毕竟它里面的空间 看得出来 它一开始并没有预设 要放这个音响扩大机 那么你把这个音响扩大机拆下来之后 连同这个主机连同线 还把主机给拆下来 我跟各位讲 这东西真的是不会让你后悔 首先第一个 Toyota的机子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后面的插拼是万用的 尤其是90年代的Toyota的机子 你不管是1-din2-din 不管是它有CD还是卡带而已 都是直接随插即用 第二个是什么 它的这个扩大机的功率 真的是非常棒 你很难想象 Toyota这种廉价的品牌 竟然可以出这么棒的一个音场 所以我看到这个肉厂 有这个Goa Camry或是Avalon 我基本上都去杀 因为Avalon也有这个扩大机的功能 杀回来放在其他Toyota车子上面 或者是其他品牌车子上面都很好用 毕竟Toyota这个车子的音响好早 而且又便宜 然后又不太会坏 就算你坏了 你随便再找一个插上去就好了 尤其是这个Goa Camry 这个扩大机 我真的是非常的推荐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以后在这个报废场 在拆车场 有遇到这个Goa Camry 别忘了稍微看一下 它里面有这个扩大机的音响 有的话记得拆下来 好好的玩一玩 OK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Goa Camry 第四代Camry 这台车在北美 还有在台湾的市场的一个表现 那么接着呢 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有聊过 这个第五代的Camry 在台湾市场的表现呢 各位也可以把这一集 捞出来听一听 那至于下面的第六代的Camry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没错 我们之后还会跟大家 好好的分享 敬请大家期待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Cellsy 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 其他精彩的音频节目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